以肝眼症来讲的话 它其实造成了角膜的一个顽固的 或是严重的发炎 伤害或是病变 尤其是一些发炎的反应 也会造成角膜的上皮的缺损 或是一些过度的免疫的攻击 造成角膜表面的不健康 那在研究的这几年情况呢 发现像这个药物上的话 对于严重的一些病患来讲 说它的效果比较有限 那另外就是说 尤其是一些发炎反应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要长期的药物的治疗 外密体对于肝眼症的角膜的一些影响呢 它其实除了对于发炎反应呢 还有一些发炎细胞的禁论呢 都有明显的抑制的效果 另外它有一些免疫调节的功能 还有角膜上皮的一些修复的功能 也可以降低 角膜的细胞死亡的状况呢 所以会帮助因为发炎所造成的角膜伤害 所以它可以是比药物来讲的话 比较有多面向的正面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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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